大家好 我是赛艇队长 每天胡思乱想 节目前先打一广告 4月23号周六 那由我带队主讲颐和园游学活动 跟各位聊聊啊 这光绪跟慈禧 他们母子关系到底怎么样 清朝太监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环境 光绪皇帝 咋死的 然后还有什么颐和园里那个大清皇家海军军校 是什么玩意儿 希望大家到时候多多捧场 本人先行谢过 言归正传 最近在跟人聊天的时候 他就讲 说他老婆怎么怎么闹 家里关系不好 这全是他老婆的错 他这无辜的 当时我也是嘴贱 我就尝试着劝了一句 我说这事吧 我觉得反正你俩都应该冷静下来想想 是吧 因为这就我听完就是对方并没有犯什么那种十恶不赦的大错 那是不应该反思一下自己这个你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啊 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 这一下哎 不要啊 那时候火了 说你满脑子都是什么职人啊 买办养毒的思想啊 就知道这反思啊 我能有什么问题 是吧 你个反思怪 我一看这我就别往下接了啊 因为那反思怪这个词咋来的 这是典型那种不反思的人造出来的词 就中国这个文化环境根本不可能说有真正的反思 不是这不是多少的问题啊 这是根本就没有 反思啊 他不单是指某种行为 更应该算是一个道德标准 就像曾子那个那种大家才会说五日三行五身 想反思也得是有前提的 那就是我承认自己错了 或者是我觉得啊 我应该做的比这还好 对吧 这样才会有反思的动机 整个过程才会变得更有意义 但遗憾的是 中国古代的思想领域 可是奉行什么 儒家文化的 儒家提倡为尊者会 子为父隐 实际上就是给不认错啊 找一个公开合理的借口 哪怕是孔子 他也不肯认错啊 当年孔子周游列国 准备到楚国去宣传他那一套政治思想 楚国边上呢 有陈国 蔡国俩小国 心想这 楚国要是听了你的话 将来国富民强 那不得拿咱们哥俩开刀 于是就把这孔子一行人混在了陈蔡的交接处 说你没通行证 拿出来通行证说你过期了 重新办 总之就是巧立明目 帮你走 围困了一段时间之后 许多弟子就得了一种病 什么病呢 饿病 吃不上饭 饿的呀 站都站不起来了 孔子心想 虽然物质食粮断掉了 但是精神食粮不能断 因而还在不停的给大家讲学 朗诵 唱歌 弹琴 弟子们就一边朗诵 是吧 我铺在书籍上 就像饥饿的人铺在面包上 一边朗诵这个 一边满脑子想着 哎呦啊 面包啊 什么时候有面包吃啊 想着 在这种情况啊 就是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 众弟子中啊 两位 子鹿和子贡看不下去了 子鹿就说 说 义者无畏人也 人之不我信也 义者无畏知也 人之不我行也 意思是啥呢 咱今天这情况啊 可能是自己某些方面做的不够好吧 这我认为是得呀 人呢 这方面 咱好像出了问题 所以别人不信任我们 还有就是啊 智谋也不太够 否则这个陈蔡他不能说给咱困在这儿啊 这咱出不去 那子贡呢又说 夫子之道至大也 故天下莫能容夫子 夫子盖少贬焉 啥意思呢 可能是说这一套理论啊 这个标准啊 太高了 降低点是不是咱就有这可行性了 但孔子很显然对这些回答都不满意 还给他俩批判一番 这时候炎回进来了 这是孔子最喜欢的弟子啊 赶紧就是认同 点赞 吹捧 一箭三连 老师的学说呀 博大精神到极点了 这样的学说不被当权者所用 那是当权者的耻辱 不是老师的耻辱 咱们不被接受 才更能显示啊 咱们这个君子的本色 这给孔子说的是心花怒放 嗯 是这样的呀 小燕同学呀 我很欣赏你嘛 你要是大款的话 我愿意给你当管家 所以你看这事啊 这子路和子共给了两条反思的这个道路 但是孔子呢 就是不用 还坚持自己永远光荣 永远正确 全世界都不用我的理论 那是全世界的错 孔子尚且如此 那更不用说这后世那些穷酸文人 像曾子这种啊 什么五日三星五身 这绝对是个个例 从另一个细节上 你也能看出来 这中国人不反思的传统 什么呢 中国古代君王死了 会上嗜好 基本用一个字或者是几个字 概括他的一生 嗜好有美式 恶式 平式三种 自秦朝开始 除非是改朝换代了 那其他时候中国的历代皇帝啊 就没有上恶式的 哪怕是前任再混蛋 也会给他一个好听点的这种总结性概括 唯一例外可能就是隋阳历啊 那阳这个嗜好 啥意思 去离远中约阳 但是这个嗜好事是唐高祖李渊上的 他必须得把隋阳历 他这个名声啊 批倒批臭 他才有取而代之的道德制高点 那皇帝都爱这么干 其他大小官员可不就得有样学样吗 做错了不要紧 只要把错的说成对的就行了 反思是不可能反思的 这辈子不可能反思的 那话说回来 刚才提到了啊 这个儒家缺乏反思的精神 那中国古代治理国家 不是什么外儒内法吗 那儒家这样 法家怎么样呢 法家那一套 我天哪 更晚更不适合反思 法家代表上央 他什么 他这个愚民之处是干嘛 贫民啊 什么贫民 弱民 这几千年下来啊 浓缩的那点 国学精华 就是什么了 不让百分之八十的人 过上舒坦日子 把这帮人压在温饱线上 让他们不干活 就穷死 不听话 就饿死 日久天长啊 这帮人不服也服了 他们就会产生出一种心理 啥心理呢 谁拳头硬 就崇拜谁 谁能狠狠的收拾我 我就听谁的 你说让这帮人反思 他们没那个时间 也没那个精力 至于皇帝本人 那更不用了 我都军临天下了 我天哪 军国大事 我一人所出了 底下一帮人都在夸啊 您如何的 英明神武 那我还反思个什么劲呢 这种情况下 哪怕是真有官员过来说 皇上 您得反思啊 这皇上也不听 拿杜甫来说 安始之乱之前 那杜甫就是一个什么 仓库管理员 那安禄山史思明的叛军呢 进了长安之后 抓的都是一些大官 像什么王维这种 没人搭理杜甫 所以呢 他就未卑未敢忘忧国啊 批领批领的跑到05 我跑找这个唐素宗去了 那见了面哭的是这个感激涕铃 一塌糊涂啊 皇上看完也很感动啊 就给他封了个官 叫左石仪 负责见证工作 属于国家的监察部门 就是啊 专门给皇上提意见的 杜甫从那之后就觉得 终于有机会 指出王朝的问题了 他这个人爱国呀 他太爱大唐了 这一爱呀 他就爱的特别深刻 特别希望啊 被爱的那个人变得更好 所以他有事没事 就去见素宗啊 圣上哪里哪里啊 这还没被收复呢 陛下这件事啊 我觉得咱应该进行这样这样的改革 万岁爷啊 您应该重用哪个哪个人 那谁谁谁他不能用 这时间一长 唐素宗就听烦了 一个极权地质的国家 身为皇帝代表着说一不二 绝对的权利呀 素宗就觉着 你经常给我挑毛病 你这不是质疑我吗 于是就随便找了个理由 给杜甫这发配啊 贬得圆圆的 唐素宗的心态 他就代表了中国古代皇帝的普遍现象 没事 绝不反省 当皇帝开始反省的时候 绝对是出了大事 汉武帝把汉朝折腾的那个德行了 才下罪己诏 再比如说近代中国 是吧 那被尖船利炮打得很惨 圆明园都被烧了 皇上才明白过来 哦哟 原来那一套好像不太合适啊 所以才有后来什么 洋务运动啊 戊虚变法啊 轻薄行政这些东西 如果说古代人是反感反思啊 排斥反思的话 那到了现代就是完全的痛恨反思了 现代教育家呀 确实教学生 你们得进行反思 不过呢 这教育方法出了大问题 老师都是让学生怎么反思的 你写检讨啊 说自己说自己怎么怎么错了 然后还得被拎到讲台上来啊 当着所有人面说 把反思这种行为变成了公开的羞辱 结果是学生的心理受到重创 自尊呢也被打击 这是多数中国人意识当中的 这是什么反思自行自我批判 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人 那自然就会非常排斥反思 这个世界上他们觉得 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人觉得啊 自己有错 说自己错 不过是个权宜之计罢了 你没 你没被拎到台上 怎么还有人说啊 能自我批判呢 是吧 如果有 那这人一定是有病 一定是反思怪 等到大错筑成的时候 他们才发现 哎呦 后悔也来不及了 这样的故事不断循环往复 就像恶旁功夫里最后说的那句话 秦人不暇自哀 而后人哀之 后人哀之 而不见之 亦始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好了 关于中国人的反思精神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我是赛挺队长 每天胡思乱想 好 不要 毕业 没 蚀